南西兰的地摊火锅一定要尝一尝 每个人10块钱 王胖子 那不是我开的吗 这样啊 我先去小小时 赚一钱一会儿过来吃 人多多少人 到新人呢 今天也可以带来攻略 这个地方叫广和综合农贸市场 有很多小吃 我们来去看看 有几个要吃的东西 刷把头 多少钱一份 10块 刷的是油是吧 还是水 什么糖 这个调料里面还加脆勺 这个呢 不像小笼包 更像蒸的馄饨 它没有太多的汁水 它是瘦肉 然后加笋 它更像蒸馄饨 一共10块钱一笼 10个 划到1块钱一个 这个汁水就有点说法了 竟然给的是脆勺 这就到了这条街 必吃了 接近到尾部了 普济盒子吧 抱歉一个 2块5 我们来个4个 就这个盒子 里面放上葱和瘦肉 然后浇上米粉 放出来一个这个粑粑 是盒子粑 这个是整的 2块5一个 这个是切碎的 我们先不蘸料吃 外格酥脆 咬到嘴里边嘎嘣嘎嘣的 然后里边的肉跟大葱的结合 葱放得非常多 这特别香 我们再蘸这个料子 说不出来放什么 还不蘸料好吃 这个叫豆浆西饭 在我们那叫粥 我在全国都看到这个东西 这边吃饭呢 就是就是豆浆跟米粉 打成的 这东西特别养胃 在这吃法不一样 在这吃法一定要放上姜末 葱末 撒点盐 肯定好吃 吃得高丽 这个调料它放的什么 我有点吃不惯嘛 两个人 至少切多少肉 两个人 成肉是一斤 一斤肉多少钱 18块 锅底是成一斤肉 一人半斤肉 吃完之后蔬菜免费 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您是王总啊 我是王总 王总 王总 小生意 猪肉是18块钱 已经现成 肥油煸锅底 瘦肉算着吃 地毯火锅到处都有 贵州地毯火锅是发烟地 我们得好好尝尝这个 让人又爱又恨 闻起来像臭鞋链的味的 又好吃的口味 嘿嘿嘿 三十几 四十几了 它那个臭臭的味是什么东西 豆豉 哦 豆豉 这个臭臭的味就是这个东西 哦 我感到油漏了 哇 煸出油来也多香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一首 给我炒过的是一个40多岁的娘娘 我跟她唱了一首在睡一发 他夸我提给帮中起座生意囊 豆豉放下去 我这个测不测啊 料不足吗好像 感觉就出来了 那种粘稠状 买那个锅底啊 一定要买这种炒料 对面一个店叫男姨 男女的男姨妈的姨 好奇怪啊 是地名吗 我今天跟你们讲一个地毯火锅 我今天跑了来回80公里 那家没开 那个场景才炸裂的 我说没办法再拍这家 骨头汤 骨头汤 昏的是10块钱一盘 猪皮吗 我就烫点菠菜跟铜糠吧 这个跟你们讲 这是叫煲米饭 煲米跟米饭在一起 煲米饭是大山人的情节 代表着过去贫困吧 在我们那15 6块钱一斤 在这随便吃 这就是地狱叉 这个猪油渣 这份肉18块 酸肉酸肉 蔬菜10块钱一味 随便吃 地摊火锅是吃饭的 就过去啊 围个炉子上面放个铁锅 里面切了肉包 买了蔬菜往里面涮 这一桌人 可能人跟人都不认识 然后盛上一碗 满满的煲米饭 救出菜 就这么吃饭 今天我们找了个炸裂场景 就是在新人的下面 叫回龙镇 你们是新人回龙镇 爆米饭 周围人都不认识 吃一个锅 我不侨幸 人家是传统 这个臭鞋垫 这一项我们上学的时候 打篮起个半个月 踢足起个半个月 那个脚里面全然汗 那个鞋垫子都都黏着 都发黑了 都透了那种味 吃完永和夜市 到这个明安路 吃个地丹火锅 这一锅38块钱 两个人 做得要平平安安的啊